今天我们一同来读创世纪的第十章 在进入第十章之前 我们好不好把这个第九章稍微复习一下 稍微回顾一下 那么第九章主要是挪亚一家八口 从方舟出来之后在新地上的新生活 那么这个新地上的新生活 在第九章 我们在第八章 我们看见他们从方舟出来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他们诸坛献祭 把这个捷径的动物当作番祭献给耶和华 但是那个是第八章的结束 那到了第九章 我们就看见首先是神对挪亚 还有他一家八口的祝福 那个祝福的话就跟创世纪第一章 神对亚当祝福的话几乎是一样的 这个就说出什么呢 说出神又把挪亚一家 还有他们的后代带到了神原初的那个心意 就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人 来在地上由他的形象来彰显他 也由他的权柄来替他管制神的造物 来替他掌权 所以就是把他们带回到神原初的那个定制 所以神的定制是不会改变的 虽然前面那个世代的人堕落了败坏了 那么神也把他们审判了 用洪水也毁灭了 但是从这里神拯救出来的一家人 在新地上在复活里的新生活 还是要执行神原来的那个定制 这是第一方面 就是他们是在神的祝福之下 而且呢 那么在第九章 我们看见神是一位立约的神 神向他们挪亚和他的后裔立约 就是不再用洪水来毁灭地了 也不再用洪水来毁灭人类了 所以当这个乌云遮地 你会看见彩虹 彩虹就是神立约的记号 那么这里也给我们看见 神是一位信实的守约的神 神虽然已过用洪水毁灭了那个时代 但是以后神也不会再用洪水来毁灭人类了 那么地存留的时候 加塞、寒树、春夏 这个收获 这个所有的地上的一切的系统 都会继续存留 那这个是在第九章我们看见 那么第九章我们看见 也看见整个人类 当时其实就是在一家八口了 是完全是在神的一个祝福之下 是神在约的保护之下 也是在一个和平的状态下 那么他们栽种葡萄园 那么最后我们看见 神在地上的首领 神在地上的代表权柄 挪亚的一个失败 这个失败 也给他们的三个儿子一个机会 有的儿子 特别是韩 就是去暴露他的失败 宣扬他的失败 结果就遭受了咒诅 另外两个儿子 闪和亚福就遮盖父亲的失败 然后就不看父亲的失败 因为当时挪亚在地上不光是他们的父亲 一家之主 也是神在地上的代表的权柄 所以他们的遮盖 他们的不看 结果是他们蒙守了祝福 这就是第九章我们看见的 无论说第九章 整体上给我们看见说 他们这一家八口在新地上 在复活里的新生活 他们完全是以同心合意 那么真的是一个美妙的景况 在新地上的生活 他们侍奉同一位神 对不对 他们也为着神这个独一的目的 就是由他的形象来彰显神 由他的权柄来代表神 那他们这八口人 他们的思想 他们的观念 他们的语言 都完全一致 所以他们基本上是在神的祝福之下 是在神的约之下 他们侍奉这位独一的神 也代表这位独一的神 敬拜这位独一的神 然后他们是一个完全是一的光景 这就是第九章给我们看见的 对第十章呢 就记载这个挪亚的三个儿子 他们的后代 他们的家谱 然后呢 我们如果把这个家谱 跟前面第五章 这个赛特 就是亚伯赛特 以罗斯那个 那个后代的家谱对比的话 是有很大的不同 那第五章的家谱呢 我们看见是一个敬虔家族的家谱 敬虔家族的家谱呢 我们看见他基本的特征就是那时代人 从亚当一直到挪亚的时代人 那时代人的家谱就是他们的生 他们的活 他们的又生了育女 生养 所以简单来说 他们的那个家谱呢 没有记载他们其他的事 就是记载他们的生养 生活生养 他们生了谁 又活了多少岁 然后呢 又生了育女 然后呢 又活 然后就死 然后呢 这个就是 那个就是在第五章 就是那个敬虔家族的家谱呢 就是生活生养 记载主要的特征就是 生活生养 那这里第十章啊 这个挪亚的后代 三个儿子的家谱都没有记这些 就是讲啊 谁呀 这个汉有哪些儿子 亚佛有哪些儿子 善有哪些儿子 这三个儿子有哪些儿子 然后呢 他们这些儿子呢 基本的特征啊 就是他们分散出去 分地居住 分族 分国 分邦 所以呢 这个第十章的家谱 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分 分裂 分散 分国 分地 分邦 就是分地居住啊 你看这个分地居住呢 出现了几次 然后呢 分为邦国 所以你可以说十章的家谱的一个特征就是分 所以结局就是分 分散 分裂 那那个五章的家谱呢 是生养 生活 那么生活生养呢 那你就看见 在那个家谱里产生两个人 一个就是以诺 他是与神同行 最后呢 他的生活就是与神同行 最后呢 就被神取去 活着被提了 那第二个就挪亚 挪亚呢 他也是与神同行 他不光与神同行呢 他更与神同宫 建造一个方舟 转移了那个时代 所以呢 那个家谱带进的结果 一个是与神同行 活着被提 一个是与神同宫 全家得救 转移时代 那么第十章 这里的家谱呢 你看见就是一个特征 就是 没有讲他们的生 也没讲他们的活 也没讲他们的 就是讲他们的分 分散 分地 分国 分邦 然后呢 分散出去了 那个分的结果呢 那么时章也出了一个人物 叫做宁禄 英武叫做什么 他叫做宁禄是个什么人呢 英勇的猎后 猎后就是打猎的杀人 杀这个杀戮的 英勇的猎后 那么就产生了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人物 那么这个人物呢 其实他是一个 抵挡神 敌基督的一个人物 所以这个十章的家谱呢 不是定人愉快的 是一个分裂分散的 产生的一个 抵挡神的英勇的猎后 敌基督的代表 这个人物 就是宁禄 这就是第十章的 简单说 这是这里的家谱 这个分裂 就是人类的分裂 人类的分散 分地 分祖 分帮 分国 就是一个分裂 所以创世纪第十章 给我们看见挪亚后代的分裂 那么为什么产生分裂呢 那我们就要看原初他们为什么是一呢 原初他们这个一家八口 当然你说人少也是个因素了 但是人多人少是一件事 但是他们在原初的一 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他们敬拜 侍奉 独一的真神 对吧 所以这是他们一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他们敬拜 侍奉 独一的真神 然后呢 第二个因素 他们生活的目的 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照着神的旨意 就是来彰显神 就是来代表神 没有别的目的 那这是第二 那因着这个研究呢 他们就是一 他们侍奉独一的真神 他们也有独一的生活的目标 那后来的分裂 或者分散 其实就是因为 他们的敬拜的不同 那我们后来就看到了 他们在这个分裂分散的过程中 产生两个重要的因素 一个就是他们制造了偶像 他们拜了偶像 所以他们从这个独一之神的敬拜 这个插开了 所以呢 这个拜偶像 不同的宗教的崇拜 偏离这个独一的真神 是他们分裂的因素 那么另外一个分裂的因素呢 就是他们形成邦国的时候 这些邦国里面的皇帝 或者领袖 或者帝王 他们做了这个邦国的 这个元首 这个邦国的王 那么这些王呢 他们的高台 他们的高举自己 所以叫人类啊 分成一团一团的 都跟随这个 一个帝王 一个帝王 一个邦国的帝王 一个邦国的帝王 那这个呢 就是叫他们分裂的因素 所以他们这个挪亚后代产生的分裂 简单来说 就是他们的敬拜的改变 他们拜偶像 他们从独一之神的敬拜 转成了各式各样偶像的崇拜 然后呢 从第二个 他们高举人 高举人类中间的伟人 人类中间的帝王 人类中间的领袖 那么这些帝王 这些领袖 就不同的领袖 不同的帝王 不同的皇帝 不同的邦国中的首领 就带进了各式各样的分裂 这就是人类分裂的因素 关于这个分裂 他这个 从这个第十章啊 我们看见 这个挪亚后代 他分裂的四个因素 四种的不同造成分裂的方式 那么他这里 首先说他这里有两个地方都提到 第20节提到 他说按照家族方言地土帮国 然后31节说到 各按他们的家族方言地土帮国 所以呢 是四个因素 一个是家族 那家族就是血同的 同一个大家族 然后呢 第二个是方言 说不同的方言 那说这个方言呢 就分了 跟那个方言就分裂了 然后第三呢 地土 地土的领土啊 把这个土地也分成一块一块的 那第四呢 就是邦国 你看今天这个人类的分裂 也就是根据这四种的情形 一个是家族 一个是方言 那第三呢 领土 一同的 一块一块的领土 然后呢 第四呢 邦国 你看今天是不是世界是这样 那世界第一种分的方式呢 就是这个家族的分裂 一个家族 张家王家 一个国 一个姓 一个族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语言 闽南化的 这个 这个 潮州化的 什么 这个 不同的方言 又把这个分裂了 那第三呢 就领土 一个省啊 一个州啊 这些一个领土 那第四呢 就邦国 你说是中国 美国 所以这些是不同的邦国 其实从挪亚的后代 那个时候开始呢 就是这四种造成分裂的因素 造成分裂的因素 就是 就是这个 家族 方言 地土 领土 或者说 邦国 那 那今天呢 神的儿女 就是说 基督徒 其实也是 这一幅的图画 就是创世纪第十章的 一幅图画 也是 一幅教会 分裂的 一个图画 教会本来都是神的儿女 对不对 从一世纪开始 基督徒 神的教会在地上 都是神的儿女 那么后来呢 就是造成了 今天这个局面呢 就是神的儿女 变成四分五裂了 这个四分五裂的景象 也就是这个 创世纪第十章的 挪亚后代 分裂的 这个一幅图画 所描绘的 那这个也是一样啊 今天神的儿女中间 怎么会分呢 第一个就是 就是这个 种族啊 家族 家族也就是血缘关系 就是肉体关系 就是说 我跟谁 他这个肉体的 血缘的关系 肉体上相同的爱好 就会造成一种的分裂 对不对 那这是肉体的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与方言 方言其实 他这个 比如说我们说 一种方言 其实一种方言 一种语言的背后 它是一种观念 领会 思考方式 所以今天你比如说 你其实你说 你都是讲英文 或者你都是讲中文 它其实背后 是因着它不同的领会 不同的观念 就造成了分裂 所以其实 这个在圣经保罗 劝基督徒 要用 有同样的心思 说一样的话 这个说一样的话 其实就是叫我们 合一的 一同路 那说不一样的话 说不一样的话 就是有 因着不同的观念 不同的领会 不同的思考 不同的心思 就造成了 这个分裂 所以呢 今天神的儿女中间的分裂 一个是肉体的关系 一个是 这个心思领会的 不同 心思的领会的不同 说不同的话 说不同的语言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 这个主 在这个新约里面呢 使徒们 还有主耶稣 还有使徒们 都是要叫我们 保守这个一 保守这个一 这个很重要的 就是要 怎么样 弃绝这个肉体的偏好 弟兄姊妹之间 彼此相爱 你不能说 我只喜欢一些 跟我脾胃相投的 这个气味相投的 这个观念相同的 你这个呢 就会造成分裂 或者说 你这个肉体的关系 我们都是这个 东北人 我们都是潮州人 我们都是这个 什么同乡会 所以教会就不是同乡会 教会是一个 神的 这个 神的子民 是基督的身体 神的子民 神的家 那他就是 你就不能用那些东西 来分 那所以你从第十章 你看见说 这些造成分裂的因素 无外乎 这几方面 第一个 就是这个 肉体的关系 所以我们说 第二个 语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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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念 这个领会 思想 不同 这也造成分裂 那第三呢 领土 用土地 用不同的区域 把人分开 那最后呢 这个邦国 也会把这个神的子民分开 所以这个就是这四方面 从这个细的来看 就是从十章 看到这个四个方面 四种的因素 带来了神子民中间的分裂 那要合一 要回来 要反过来 这个除掉这个分裂 就要除掉这四种因素 所带来的分裂 这就是第十章给我们看见的 对呀 你看这个 第十章 说到 这个 寒的 十章的第六节 说寒的儿子 寒我们知道 寒就是在 上一章 就是因着揭露 这个 父亲 罗亚 神的代表权柄的 这个失败 而受到咒诅的 那么他生了一个儿子 叫古石 古石呢 第八节又生宁禄 他是地上最早的勇士 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 所以有话说像宁禄 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猎户 你说是赞扬他吗 是个很英勇的猎户 猎户什么 猎户打猎的 残害生命的 杀害生命的 他是个英勇的猎户 下面讲到他呢 对第十节说 他国的起头是巴别 然后呢 第十一节说 他从那里出去 往亚树去建造尼尼威 哇 那你要去读这个整本圣经的历史 巴别 到了第十一章 我们就知道在巴别什么 巴别就是建巴别塔 造巴别城 全体背叛神的一个地方 他是这个国的首领 这个国的帝王 这是这个灵路 然后呢 他不光造了巴别 他也造了尼尼威 如果你去读圣经 读这个整本旧约圣经 特别是这个先知书 历史书 你就会了解 这个尼尼威是什么 尼尼威是亚述帝国的京城 巴别什么呢 巴别后来就演变成巴比伦 就是巴比伦帝国的京城 所以这个灵路 一个是建造了一个 这个亚述帝国的京城 一个是建造了巴别 就是巴比伦帝国 那你就晓得了 从整本圣经你读下来 你就知道了 巴比伦和亚述 就都是这个抵挡神 最厉害的两个帝国 那么亚述帝国 如果读到列王纪 你就晓得 他把这个以色列后来分成两国嘛 南国是犹大 北国是以色列 所以亚述帝国就把这个以色列国灭掉了 那后来巴比伦帝国呢 就把这个犹大国灭掉了 所以犹大国里面有耶路撒冷城 耶路撒冷城里面呢 有神的圣殿 所以也是这个巴比伦的王 尼布加尼萨 把这个圣殿焚烧了 拆毁了 圣城也毁掉了 圣殿里的器皿都摟到巴比伦去了 然后呢 整个把神的在地上的建政都摧毁了 然后把神的子民 以色列人都摟略到这个巴比伦去了 那这个巴比伦 那个你都读度这个 读度这个 我们现在来读这个耶利米书 你就晓得这个耶利米到最后审判 这个周围的列国的时候 对巴比伦的审判是最严厉的 所以从这里你就晓得 这个宁禄 其实是抵挡神的头号人物 在这个时代 在那个时代 是抵挡神的头号人物 它其实呢 是建立了 这个发展了 这个亚述帝国的 然后呢 和巴比伦帝国 就是巴别 后来演变成巴比伦 当时还不是叫巴比伦 叫巴别 这个帝国 所以这两个帝国 特别是后面的巴比伦帝国 就是抵挡神的头号帝国 抵挡神的头号帝国 破坏神的地上的建政 破坏神的 毁坏神的殿的 头号帝国 那你说 说这个宁禄 它是 这是个什么人物啊 是一个 大抵挡神的头号人物 所以它 其实呢 它是预言这个 预表这个敌基督 在这个时代 我们这个时代 快要结束的时候 在这个地上 还会出现一个 还会出现一个敌基督 就是复兴的罗马帝国的领袖 开萨 皇帝 这个皇帝 他就是这个敌基督 那他这个帝国呢 也叫巴比伦 你去读这个启示录 我们刚刚读过启示录 启示录17章18章 就讲到巴比伦的青岛 其实那里就给我们看见 这个巴比伦 就是演变的结果 最后的复兴的罗马帝国 就是巴比伦 复兴的罗马帝国的元首 这个就是敌基督 而这个那个人物 跟现在这个 这个这里开始 创世纪第十章出现的凝鹿 是绝佳的一致 这就给我们看见 这里所出现这个凝鹿 其实就是这个敌基督的 这个表号 敌基督的预表 是抵挡神的头号人物 他这个不光是 他建立了帝国呀 这个帝国高举人 背叛神 他也带进偶像 他带进这个偶像 可多了 你去读读 那我们读这个 刚刚读这个 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 这个第七章 这里讲到 第七章的第十八节 这个耶利米说到 当时的以色列人 孩子捡柴 父亲烧火 妇女转面 做柄给天后 天后 一个偶像 叫做天后 这个天后 他们在那侍奉 向这个别神 交奠祭 惹耶和华神 发怒 这个天后 就是这个宁露的妻子 宁露的妻子 他名叫 塞米拉密斯 这个在耶利米的时代 就是宁露的妻子 就是做成的偶像 后来被当作偶像来崇拜 就是女神 天后 那这个女神呢 在继续演变 就到了使徒们的时代 就是使徒保罗传福音到以弗所的时候 以弗所当时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大臣 以弗所里面有一个这个神庙 亚迪米神庙 那个女神 女神的庙 也就是这个天后 也就是宁露的妻子 宁露的妻子 就被后人就成为天后 就是女神 就是以色列人中有拜他的 外邦人中拜他 所以这个偶像传到了埃及 甚至传到了全世界 所以这个宁露 不光是他自己建立帝国 成为抵挡神的首领 而且他也带进偶像 大的偶像 就是以他的妻子作为女神 作为天后来崇拜的 这个亚迪米女神的庙里的偶像 还有当时以色列人拜的偶像 很多这个偶像传过 传遍了几乎全世界 所以这个宁露 就是这样 不光是带进了这个人类政权中 高举人的 抵挡神的人类的政权 而且带进了偶像崇拜 带进了许多的偶像 刚才提到的是偶像之一 这是很可怕的 这是很可怕的 所以这里不是高举这个宁露 这里给我们看见宁露 所带进来的 这个受咒诅的韩的后代中 韩的孙子 韩的儿子是古时 古时的儿子是宁露 有他所带进来的可怕的一个结果 这就是第四章的宁露 稳竖的孕露 挑战的了